林家有女選港姐林俊賢為乖女打氣 林俊賢女兒林卓琪是她和第一任外籍太太所生 27歲的林卓琪今年港美班車參選港姐 因為樣子漂亮之餘身材又好好 在手輪面試亮相後已經被捧為大熱門 曾經和女女失散多年的林俊賢 在女女16歲的時候透過社交網相應後 婦女重修關係感情很好 為了祝賀女女面試成功 林俊賢還拍片上載到社交網 希望女女趁這個機會認識新朋友 感受不一樣的人生 香港最後的少女 薛凱琪勝出向爸爸報起 《乘風破浪3》第一次公開演出 薛凱琪和趙孟、郭彩杰、張天愛憑一手自己成功晉級 興奮得像少女的她即時向爸爸報起 她指因為準備比賽太長時間沒有跟父母聯絡 想作為一個驚喜送給她們 薛凱琪初出場以公主錄現身已先聲奪人登上微博熱手 40歲的凍靈美貌還被譽為香港最後的少女 第一次公演勝出更證明了她的實力 旋上向連絲瓦求婚成功 陳家樂我們定婚了 陳家樂和連絲瓦Shiga地下情玩足兩年多 一直都沒有承認過相戀 不過今天嘉樂就被爆 日前跟Shiga出海玩浪漫求婚 成功打動女友 隨後嘉樂親自以語音回覆分訊 好多謝大家關心 我們定婚了 收到好多朋友的祝福 都好感恩的 但是因為結婚的日子 就沒有一個好確實的計劃 因為我們大家手上都有些工作 要轉著完成了先的 結婚的計劃和籌備 就要一些精神、時間 所以暫時就先放下 那遲些後消息一定會再跟大家分享 在TVB提意見不備接納 余德成離巢掌握自己命運 余德成Dixon上個月宣布離巢無綫 回復自由身的她 亦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機會 還開了自己的個人頻道 向網民分享美食 她的經歷和歷練 令到她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愛迴家 馬子妮變阿嬤 蔣家文劇透客串開心速遞 10年前22歲的蔣家文 在處境劇 愛迴家飾演馬子妮 乖乖女的形象深入民心 10年後的今天 蔣家文在社交網宣布 要重返處境劇 在《愛迴家之開心速遞》中 下串新角色 還叫大家猜猜跟哪條線有關 她貼上的劇本照片已經劇透了 因為劇名叫 媽媽回來了 爭仔大戰 網民亦都很快就猜到 Philip仔媽媽 和大小姐爭 亦又歡迎她回家啦 為比賽感不公 當場落淚 Candy 我們之前的努力 都白費 Phil TV 綜藝節目 《我們是COLA》 昨日播出第六集 COLA一行八人到達目的地後 節目組就隨即展開比賽 身為運動見像的Candy 帶領紅組在頭兩局 輕易擊敗藍組 但是最後竟然被藍組 反超前取得勝利 Candy真性情大爆發 覺得比賽不公平 當場落淚 節目播出之後 有網民讚Candy 真性情 但是亦都有比較刻薄的網民 表示Candy輸不起 首次撿到拍MV 拳拳到肉 Anson Lo 今次是難忘京方經歷 MIRROR成員盧漢廷 Anson Lo 昨天推出全新跳唱歌曲 King Kong 並首次擔當MV導演 他坦然是一次難以忘惑的 驚慌體驗 新歌以虛擬背景拍攝 現實故事情節 擔當MV的導演 為他帶來無比的壓力 就好像所有好和壞 都完全自己造成 好想確保MV的質素很好 今次不再是以往的 青靚白症造型 露出粗壯的手臂之外 這個造型 還是過往MV中 史上最骯髒 他還提及有拳拳到肉的 武打場面 是以往從未嘗試過 今次一邊跳唱 一邊兼顧幕後工作 相當賣力 吳宇菲秘密誕第三胎 最辛苦 最擔心的一胎 吳宇菲2015年結婚 婚後生活低調 已經有一兒一女的她 在今日36歲生日的早上 忽然在社交網宣布 家裡增添一位新成員 組成五口之家 她分享了跟嬰兒的合照 她亦都為母一組 跟大家分享而致歉 她指今胎 無論是身體上 或者精神上 都是最辛苦 最擔心的一胎 感恩過後 她說會好好休養 並好享受一家五口的時光 希望將來再跟大家分享見證 今次嬰兒是一個奇蹟 亦都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王家駒60歲冥獸 王冠宗法文悼念 在我心中的你 卻沒有作天過 今天是Beyond靈魂 王家駒的60歲冥獸 離世29年的她 留下了無數的經典作品 好兄弟對她的情意依舊不變 王冠宗阿Paul今天就在社交網 貼了和家駒和Beyond的舊照 並寫上 兄弟又到今天了 時間流逝快得像雕塞了一樣 但在我心中的你 卻沒有作天過 還好嗎 祝你生日快樂 夏惠依8月遠走他方 帶老公去美國被桃花 夏惠依今天在社交網懷著不捨 和無奈宣布 將會在8月告別香港 會好掛著香港和香港人 她說這次離開香港 是迫於無奈 丈夫身邊太多狂風浪蝶 自己已經無力爭風俠草 剛剛好 老公最愛的女女就快生BB 就趁這次的機會去美國探親 夏惠依還說 女女在三藩市 一直叫她們過去 所以就算幾不捨得都要走 短期內不會再回來香港 我現在是在1 現在是在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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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4